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2017年12月20日 松户抗战中最后一位和平级老兵 全国最年长的抗日老兵 黄胜雍老人病逝 中年112岁 1905年2月8日 黄胜雍出生在广东和元市和平县阳明镇 22岁那年 他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19陆军60师 119旅357团 1932年1月28日 继918事变后 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事端 由此爆发了松户抗战 黄胜雍跟随部队 进行了长达33天的激烈战斗 战斗结束后 他又跟随部长去了福建 1939年 他加入东江纵队 成了一名秘密交通员 黄胜雍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他年轻时 为了保卫祖国 在战场奋力杀敌 战争结束后回归家乡 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他却能活到112岁高寿 曾有人专门去看望老人 希望从老人那儿学到一些长寿的秘诀 可老人的答案却很让人意外 他说他长寿的秘诀 就是每天吃一惊昼 喝酒抽烟样样不悟 我们都知道 不少养生专家提出的长寿方式 是饮食清淡 惺惺寡欲 但黄胜雍老人的做法 却正好相反 其实 老人晚年的生活非常幸福 全家五世同堂 子孙共有一百三十八人 老人心态乐观 开心的时候 还喜欢拉拉二胡 相信 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 和开朗乐观的性格特征 也是老人长寿的秘诀之一吧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偿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 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甘信 这张奖状态的秘密 这张奖状态的秘密